说好了 我们就先说紫晴好了 你红白姬 你看到红白姬吧 是啊是啊 因为后来有很多人根本不是看到红白姬 比方现在夜市还有啊 那个已经不晓得是什么灰姬啊 两三百姬 黑姬啊 没有 就不是那个颜色配色了 有啦 是红白姬啊 红白姬 然后原版的 任天堂的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首次遇到她 在五六岁的时候吧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卡带是就是有单卡 然后我记得印象好几个 就扭吗 就是可以上下调要拨来拨去的那一种 有切换吗 没有 调连发啦 不是不是 不是 她的卡带是有很多个游戏 就是她的卡带有很多个游戏 然后那个卡带的面上有大概好像四个 还是五个那种可以上下 开关嘛 开关 这个经典 这个经典 金肉丸啊 你有没有玩 有啊 有啊 这个也是经典 经典 是 可是金肉丸应该台湾很少人知道 我是玩得很high啊 可是我玩这个好像是在gameboy上面 金肉丸的 离题 就是那个音乐很熟啊 是啊 金肉丸其实在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很熟 我这样开会不会影响到 完全会影响到 因为想要玩一把是不是 像我们自由风在那个今年去日本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天守阁啊 有那个金肉人特展 对那边就看到 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金肉人等身大小的人偶 对就发现汉臭比我想象中的好 所以你现在要置入就对了 对对对 要置入自由风这样 不不我们今天是要讨论红白鸡啊 所以你是在小学看到的 还没有上小学吧 幼稚园 然后谁买给你的吗 还是 嗯 其实小时候根本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反正某一天家里就出现了 家里就有了 对啊 那你全家都欢乐吗 呃 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喜欢玩什么 超级玛丽啊 会有那种什么 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都自己乱取 有一个是什么像艾斯基魔人 然后会打冰块 打冰块 挖冰砖的那种 对 两个人玩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还可以推别人去死 对 可以陷害他 拉一幕啦 那个常常会玩到同学翻脸 对 没错 可是我们家的红白鸡会阵亡 也是因为那一款游戏 因为打架 卡起来了 不是因为 他不是会拉画面吗 然后小时候我们玩的时候 都非常的激动 因为以前我们在玩的时候 都是 家有60寸的那种外头鱼的电视 好野人家 对啊 哎呦 我们家那种大鱼60寸 只能在庙会来看 我玩红白鸡的时候 20寸荧幕 20寸是我们家的电视 是我的才痛苦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 因为把那个机器会放在那个 放那个投影箱的那个 投影箱 因为我们是外投影 所以我们是 有一块布幕 跟一个那个投影桌 里面是一台小鸡的人一种 好奇怪 我没什么看过 所以应该是三色灯吧 三枪嘛 对三枪啊 那时候最早的 是吗 是三枪吗 那不是吧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 诡异设计 然后里面是一个小电视 然后在 从把电视里面的东西投出 听起来很像换灯变箱 对啊 没有那个是 邪魔歪道啊 我们不要深入讨论 是吗 对啊那个谁会 这个没有听过 那个以前投影机就 尖三枪投影机 超大台一两百公斤 然后再来就是单枪投影机 然后你说一台小电视 把东西投出来 我还真的没看过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在看的时候 已经是分外投影跟内投影 然后内投影是 大概也是可能就是 五六十寸 很大一个 然后但是它是从里面投影出来 是啊 内投影电视以前很流行 拿来唱卡拉OK 对啊 以前很流行 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是外投影 等于说就像我们一般的 投影机 投影机啦 只是它一整组就是桌子 跟那个投影机是一组的 你家可能不是活在 我们同一个区域吧 对 我们没见过那样的 没看过的 没见过世面 我们都脚科技尖端 不用冷门祸 我们家也有拉小门的电视啊 OK好 这就是这个 你初次遇到这个 红白鸡的生活 进入到你的生命了嘛 那Oliver 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 红白鸡的 我就嗆秋了哦 原来上我的这个 电视游乐器历史非常丰富 因为小时候我妈很疼我 对 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红白鸡是 所以人意思就是小时候 没有在玩游乐器了 就是妈不疼 奶奶不害就对了 可能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疼啊 对 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家 以前就在日本嘛 所以 红白鸡那个 刚出来的年代你是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 你那时候是大型的 而且很屌 我有打过马力欧的大型电丸 我也有啊 我讲是真正的马力欧机 不是台湾随便插IC版的呢 真正的马力欧机 跟插IC版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的马力欧机在日本的时候 它是有个滚轮的 它不是十字箭 也不是摇杆 它是一个滚轮加两个超大的AB鸟 那我就真的不要 对对 我是有插那个板子的 但我确定它里面 不是放一台任天堂 是插板子 对 OK 我起码玩过插板子 然后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一台红白鸡 我才从日本带回台湾 然后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幼稚园小班的时候 从日本带回来 是 所以你后来就待在台湾 我后来有再去 我回来个两年三年 又有再去过一次 所以那个时候很酷 就是带回来之后 发现台湾根本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以前电视机后面 是那个两个圆圆可以转的 对对对对 然后是像V字型 他要先买一个转接头 然后电压也不合 哦 电压就退去 然后电压那时候就要改 然后后面的天线 要换成一种圆圆直接 哦 日本是直接圆圆 一个直接插 好像叫RF还是什么的 对啊 然后台湾就是 台湾是两个V要 出来 然后那个转接头上面 有个小盒子 然后那个小盒子呢 还要切 就是你要看电视的时候呢 要切到一个 你要玩游乐器的时候 要切到另外一个 然后那个小盒子上面 就有你刚刚讲的那个圆圆 对 没错 然后那个时候我用了这个 我还印象很深刻是 为了改这个机器 我还被我奶奶痛扁一顿 呃哼 因为那个时候 他我要去A地方 给一个电动玩具店的改 嗯 好像只要比如说 200块或500块这样 然后可是 呃 我外婆帮我找了 另外一个电器行 好像只要300块 还是400块 对 可是我很坚持要给那个 电视游乐器的店的人改 因为比较专业吗 呃想象中是这样 而且他说比较快这样 就最后比较慢又比较贵 然后我就被扁了一顿 欸 对 那我个人 我因为年纪我最长嘛 我遇到的游乐器 是在我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家 我住二楼 然后我家六楼呢 有一个凯子他 凯子他爹呢 更凯啦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他家 就有专业的视听室 哦 然后 在电视只有20寸的时候 有专业的视听室 对 我家的电视还是拉小门哦 嗯 对 他家就是有专业的视听 然后电视感觉比我家大很多 但是小的时候 那个印象是不一样的 就觉得好大 然后有专业的音响 然后四周就有那种 唱片啊 流声 黑胶 黑胶 然后他们家就有那么一台 任天堂 然后也是从日本带回来 可是那个是应该只有双键 对不对 双键 就是只有AB键 没有上面又多两个 当然啊 带啊 然后上面有没有一个麦克风的口 有有有 哦那那真的是一一代 对 然后呢 对 他那一台也没什么游戏 连马力欧都还没出 然后是小蜜蜂 哦 迷魂车 好像迷魂车 小精灵 大金刚 对 他没有那个马力欧 可是哇 玩的都已经像 精为神人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 这种科技设备是不多的 然后后来到了国中以后吧 才开始普及 就是开始台北 台湾游 然后那个时候 比较有印象都在那个 信义路那边有一家 卖任天堂游乐器的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卡带 大概只有100 100号 就是日本已经出了可能100种 台湾才真正进来 所以那个时候选卡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 他有一个大黑板这样 你想要选哪一个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房间 你可以在那个房 买不起主机的人 就在那个房间 哦付钱 10块钱10分钟 对 哦对对对 我想起来 然后呢 那个时候 因为家里又穷 没有钱打电动 所以通常都会揪朋友 就都去玩双大的 哦没事摔角啦 超级中国人 哦没事摔角 然后坦克大战 然后像刚刚冰 所以其实还有天堂鸟 还有越南大战嘛 越南大战 越南大战 没有没有 越南大战没有啊 有啦 越南大战有双打 他是很后期 很后期才有出越南大战 哦 因为越南大战先 大型电玩先把我榨干不少 对 脚学费 然后就 小的时候 就都是在电动游乐场 然后花钱 一直到国三 国三吧 然后自己存钱 有一台 盗版的任天堂 你国三为什么还在买任天堂 你国三操任差不多就出来了吧 没有没有 我操任到高中才出 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出操任的啊 对啊 我们差不多六岁 哦对哦 差不多到你高中 然后那个时候 都把自己的年纪都说出来了 没有没有操 没有操 我们是有利私 我们是那个魔男 有利私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 买了一台 可以玩任天堂卡带的 但是完全不是任天堂 就台湾做的 肥肥的 反正因为那时候技术外流了吧 然后就很多的各家百家争鸣 然后出了很多各式各样 可以玩任天堂 但长得又不是任天堂的主 后来那一台 更好笑的是 我拿回去打电动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妈说是 有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她 借我的 对她借我的 大家都玩过这一招 都来这一招 都很奇怪 就我跟同学借的 对 所以妈妈都不相信 我借好久哦 对借超久 而且借到坏掉 对 但是坏掉的原因是因为我喝饮料 然后打翻 然后里面进 竹槽了 对 而且因为打翻的时候没坏 后来是进蚂蚁以后 就挂点了 可是我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他的任天堂会被竹槽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真不懂你们怎么办法把游戏搞到竹槽 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盗版 哈哈哈哈 蚂蚁还会跳就对了 我可能也买过两三台红白机哦 对 你买那么多 对然后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的维修 所以那时候再加上那个AB键也被按到松弛 所以那时候就直接就换掉 我记得那时候一台好像一千出头块 对差不多 好像一千二左右 所以其实那时候红白机真的是很风云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住在七堵 然后那算乡下哦 在那个年代 那后面还有田跟机的时候 然后那一排大概只有我有红白机 哇靠那你不是神了 我那时候屌 对不对 所有人都巴结你 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 我那个从幼稚园就开始交马子 而且就有后宫是因为红白机的关系 对 是带坏现在的小朋友 现在可能你至少要骑重机跟开跑车 才有办法把妹 幼稚园会这个狼 这边有人也有玩过哦 网路上也有这个 是啊 女生怎么可能会插不上嘴呢 对不对 来来来 你说你玩红白机 对你而言 你说三个你最爱的红白机游戏 出来听听 对 可是重点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红白机游戏叫什么 没关系 你讲内容我们来猜 好啊 我们现在插入全新主题跟单元 来猜紫琴讲的到底是什么游戏 对 如果在有猜对的人 我们就送他红白机模拟机 然后告诉你到哪个位置下载 对 好 现在这个我们的留言板 请大家进入状况 现在只要只行一讲的游戏 线索出来 麻烦大家马上打字 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人 我们就送这个 手机商城 红白机模拟器 下载位置以及名称 好大家把握机会 对 我现在红白机游戏 有下载了三千多个 好来 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哦 对 不能讲名称哦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 里面大概怎么玩 对 比如说主角叫什么 角色音乐叫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接近阴痴所以应该会很报效 哈哈哈哈 这样 我想一下 第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 第一个特征 嗯 你是操纵一个很像飞机的东西 然后往上射来打东西 1943 雷电 不是飞机 好 他不是飞 他不是飞机的射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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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动跳动 好 来来 好 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上面会有很 一排 应该不止一排 很多排 然后一个一个像怪物的东西 小蜜蜂 应该是吧 哇靠好容易哦 你那个飞机不会往前飞对不对 不会啊 只会在下面 对 小蜜蜂或大蜜蜂啦 对啊 小蜜蜂应该是小蜜蜂啦 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要激动一点 要赶快跟上我们的节奏 没有我们这个听众也不多啦 哈哈哈哈 不要欺负人家 好OK 你们有没有比赞啊 你们有没有比赞 有我有比赞 我有比赞 我刚按啦 我还跟你说他跳出一个thank you 哦那也是有 你可以看你的facebook facebook上有这个有了 然后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 哦 好啦那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 好第二个哦 对 嗯 有一颗球 底下有板子 有一颗球下面有板子 马戏团 是吗 其实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上面会不会 那个人要不要踩的球 然后跳火圈 要 那就马戏团 好你看中 好再一个再一个 再一个哦 嗯 然后再来我觉得应该很简单了耶 吃香菇会变大 没有没有 靠腰勒 我连你没讲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那个太经典了啦 没有我们的Kevin有说这个小精灵有公式 什么公式 对什么公式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 是指那个过关的技巧吗 公式的意思不是就是你用一个特殊的走法就一定不会死掉 这个我倒不清楚 可是 我玩小精灵每次都死掉 公式的话 柯纳米最多嘛 上上下下走走走 BA啊 那个是斜招之类的吧 对 那个大金刚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就不用讲了 小精灵我就觉得有点难度 小精灵 小精灵到后来都会死悄悄啊 都一直被鬼追 我觉得每一个游戏 应该说每一些人他有一些专门的游戏特别厉害 有一些游戏他就是很难玩 这样就是死不完 而且像讲到这个卡带的变化也好啊 像现在我去下载任天堂游戏 那个K数都小到让人家觉得很夸张 比一张照片还小 以前的卡带其实就真的像玛丽欧也只有2MB而已啊 居然可以做到这样子我觉得太神奇 现在这么大的城市 然后一堆垃圾 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根本上已经改变 现代人都要求画质音乐有的没有的 反而真的有点失去游戏的味道 所以前阵子我一直在推荐你玩那一款叫黑暗灵魂的 我觉得就有以前游戏的味道 就很难 死给你爽 就一点活路都不给你走 然后你哪怕打赢了一个小兵就会很高兴 而且像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任天堂会这么的火红 或者是想要去玩的原因就是因为 大型店玩太贵了 一到要最便宜我玩过2块 2块 在我想小的时候 你那是日据时代吧 大概是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有2块的 后来就变5块 然后持续很久 后来10块啦 可是你玩说真的5块你玩下来也是花蛮多的钱 然后那个时候任天堂出来以后觉得好像省很 像我记得像泡泡龙任天堂有出 泡泡龙我也扎了不少钱 我不喜欢泡泡龙 然后还有像那个猫桌老鼠 噢 那我也不喜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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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对 那个我也是扎了不少钱 对 那个大型店玩 恩恩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玩那个任天堂市 哈哈哈 应该是替ấy爸妈省被你干钱包的钱吧 是是是 然后后来任天堂它又出了 当那时候卡钙其实算贵 大概2 200多 以後 250一 好啦 没那么便宜吧 最便宜的最. 倒版的 喔 倒版的 后来倒版的啦 我都是玩原版的 原版的差不多都要八百 八百多 我记得那时候玛丽欧刚出发二代还三代的时候 我买那一 而且那个卡带是比较长 对因为好像容量比较大 然后那一款我记得大概花了八百九十块 然后我那时候我朋友 八百九十块 对 你想想看主机一台才一千 快两千 我那个时候主机好像一千八两千吧 对 然后那时候你讲最贵的卡带 是我之前有朋友他买装盒的 然后金庄 勇者斗鹅龙 不是 超级铁板镇 他超级铁板镇是金卡 超级铁板镇是在玩啥 不会是两个人在那边断断断的那个吧 他是一台飞机 然后他打的那个有点像是大战的飞铁那一台 我有印象了 就是一台很大的那个飞空艇 然后上面会有很多小炮台那个 然后他那个卡带一块就要快一千五 因为他是金色的 然后他说这是黄金 你赔啦 Bullshit啦 反正那叫金卡 就是最贵最贵的卡 是了 然后后来就是技术比较普遍以后开始有copy copy卡 就一张卡里面可以抠两个 两个游戏 合卡的时候吗 他可以copy copy卡我没碰过欸 他是台湾人自己发明的 然后扣一次五十块 然后就是也是在打电动的那个店 然后他们会帮你call 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我三年级二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任天堂做一个很大的变化出磁碟片 我知道那我在日本有 然后磁碟片 磁碟片的部分上你有没有特殊 磁碟片我只对银河战士还有印象 最经典的 还有那个钢弹 钢弹的那个类似机器人大战 可是他的机器人大战是 那一代我玩过好像只有那一代 就是他像象棋一样 然后走过去以后呢 他不是进入CD动画 他是进入到自己可以操作的对打 然后所以那个就算你今天用的可能慢一点 技术好一点 你有可能把 那这个根本就是动作RPG的那个 始祖 对始祖嘛 对啊 这样不错啊 对 然后 呃 后来 磁碟片也出 就是可以去拷贝 一次好像三十块吧 我们现在插播一下 我们这上面Kevin居然屌到 跳脱了我们这个红白机 去讨论到最原始的电视游乐器了 对 不好意思哦 这个Kevin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话题 要停留红白机上面 那个石器时代 我们现场还没有人出生的 我们跟不上步伐 他讲的这个我有玩过啦 但那个可能以后我们 这个只有在小 我只有在小叮当大熊爸爸买给他那一台上有看过而已 因为我哥哥他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哥哥 嘿 像我 因为家里不是很有钱 然后我第一次到一个人家里面 发现他家有超过两百块以上卡带的时候 他就是我哥哥马子 他的哥哥 你哥哥马子的哥哥 对 因为我哥哥 因为我觉得其实家里有个小孩子哦 就会 他喜欢带小孩 女人都对小孩没有抗拒 然后就会 然后我哥就说要去他读书 他带我去 然后我就把我丢在旁边 然后我哥就跟他女朋友不要 那一定在黑黑猴的啊 应该没有 因为那个年代 而且在客厅 应该很难黑黑猴 那是因为你太focus了好不好 而且你自己都在 然后我就觉得 哇咖这两百多个卡带 随便随便打随便打 然后就就就拿起钱 没钱打的游戏 因为以前都打双人打的 对然后单人打的都很难到 像保奇谋 然后还有 迷子传说 然后还有一些 那时候昏斗罗好像还没出 然后就是这样子去 过那个非常愉快的生活 我最高纪录大概也只有 五六十个卡带而已吧 可是都是日本的 还买那么多卡带哦 对我那时候五六十个 因为和卡是对我来讲算很默契 而且到和卡的时候 我已经没在玩任天堂的 我印象中 哦是哦 对和卡的时候我应该 而且我在玩的和卡 已经是不需要在外面抠板机了 直接在游戏里面就选 只会有选单画面 对就有选单可以选 没讲到这个哦 像Kevin说 那个有关主机价位上的问题 像那个苹果啊 苹果不是前一阵子 最早期的 哇 已被喊到什么程度 那当初差点害苹果倒闭那台 可是任天堂好像没那么屌 任天堂红白机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可是我之前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 有专门在聊 就是如果你保存的真的很好 连盒子 保利笼什么那个都在 好像还有十几二十万日币的价值 大概就五万七万台币 我是知道现在日本还是有 专门在搜或者是 卖原始的任天堂卡专门店 有啊有啊 日本其实他们一直对这一些产业的 这个二手流通 保存品纪念价值 其实一直在市场上 行情维持的都不错 反而是主机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反而是有一些卡带的价值超级高 我那时候看到 好像就是有一块 那个当初可能就是 当初卖不好的 反而后来变经典 哪一部 名字我真的想不起来 那一样 你说说看内容 我们来 我哪知道 我只是看到他们在讲而已 好不好 重点是连内容都不知道就对了 不知道 但是他那个酷就酷在当初这款游戏 就好像比如说只发行了七千片 然后那个时候根本卖不好 然后可能 哦我想起来了 有个细节是游戏里面有个很大的bug 所以导致你好像玩到最后一关会当机 然后根本没办法破关 讲到bug哦 以前你们有没有玩那个超级马力 玩一玩以后要挫起来要插网球 没有 然后网球玩一玩之后再插回超级马力 就可以玩到梦幻马力 那个一听就是会让主机长潮的手法 但是真的就会有梦幻马力 然后后来梦幻马力玩到 直接出梦幻马力卡带 就是就是直接那个游戏是秀斗的 而且一定要配网球 配其他卡带还没有用 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混斗罗 嗯 混斗罗一代的时候 他那个 他几乎每一代都用那一招吧 你有玩混斗罗吗 我有玩混斗罗 一代你有玩吗 闭杀技就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啊 是隐藏 隐藏关卡 混斗罗他一关走的时候 他右上角会有一个东西飞过去 然后那个东西是乱马 城市其实是坏掉的 然后他说你去碰 去到那一支的话 可以进入到水下八关 我不知道 他那个超难踩到的 但是后来踩到你就死了 靠腰勒 就是唬烂的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有很多秀斗的城市啦 哇 Kevin真的什么都知道耶 他也知道那个是 bug的城市跳里 而且还要技术的 对就是 Kevin讲的应该是 是梦幻玛丽啦 因为梦幻玛丽是真的有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一听就有 烧卡烧鸡的风险 然后还有 那这样的话Kevin 应该知道六三四剑 哦 我知道 剑道游戏 也是一样也要刷卡 你怎么都是刷卡 我在感动瞬间你在刷卡 雨飞都走刷卡路线 没有刷完卡都插回去 六三四变无敌 无敌 对 妈你技术好 你就不用无敌 这一支听就知道你技术不好 反正就就是 所有任天堂那种 非玩家不是按秘技 都是刷卡 对 那讲到这个 任天堂 任天堂有什么样的游戏 现在都觉得 当初 我其实 我觉得当初投入最多 应该就是他刚刚讲的 其中一个是超级玛丽 而且是一代 就经典 就一支 就是一支想要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拼 最快破关速度 但是最快破关有一个地方 像六支三 因为六支三有一个斜坡 然后可以踩乌龟 加999条面 你只要有乌龟在楼梯上都可以啊 但是一代只有那一关 有乌龟在楼梯上 这个我就自己没有那么清楚了 然后再来任天堂的部 哦 太空战事 哦 经典 经典 而且我是从那个 我不是从一代开始玩 我从二代开始玩 就那个人物后面还是黑色背景的 可是太空战是最经典的 雍者斗恶龙 三世代开始其实都还不错 可是你要讨论是在任天堂上 然后再来就是勇者斗恶龙 哦 对 勇者斗恶龙这个真的 一定要让我好好发泄一下 本人呢 花了大钱 买了日本原版的勇者斗恶龙 那你们知道以前的游戏是不能记录的 你要抄那个马 哦 对 对 那时候我在玩 七龙珠什么 比克大魔王传的时候就要抄马 你只要抄错一个马 你就要从上一关重来 那OK 这个时候勇者斗恶龙进化了 他终于有电池了 好像三才有 对 没有 对 然后那个时候 而且他里面每一个角色有多故事什么的 对 有什么舞蹈家 对 然后这样很辛苦啊 而且我很喜欢喜等 我喜欢在那边一只绕史乃姆 然后在第一关就升到Levels 然后接下来王也是一刀石 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等到我第二天放学回家 卡带一叉记录不见了 哦 没电了 我买一张新卡 这张卡居然电池没电了 然后我每一天都是怀着胆战心惊的一路玩 然后我知道他好像有的时候会有那个不良品 对 他那个稳定度不高 非常差 他有的时候可以抠进 有的时候会把记录保持 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记录会消失的恐怖阴霾下去学校上课 然后回来之后我一阵子都很顺 都没有问题 想都没事 然后终于玩到最后一个角色哦 然后那个角色终于大家终于要集合的那一天 然后记录又不见了 诶 那我告诉你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坏掉了 因为有一个游戏吞食天地 哦 那个也不错 对 那也是经典吧 那你是RPG的吞食天地吧 对 哦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吞食天地也有电池记录 然后呢我就电池没电 然后我就不关机 就是今天打多久 打完以后就把电视萤幕弯然后主机不安 然后记录就可以继续维 然后等到要玩的时候再开电视就一口气 我叫你妈妈没有嗨别你一顿哦 就是你可能你就把主机在旁边 我是没有这样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只要把卡带打开 然后或者是送到游乐器店去跟他讲 他就可以帮你换电池 可是那个时候我便宜 而且他他都骗钱啊 反正就两三百块 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是让我最悲痛的回忆 不过吞食天地真的一二三代都还蛮好玩的 我几乎三代都有破关 哎呦 呃 这边影子传说哦 对 影子传说很 算经典 哦 影子传说经典 而且我觉得影子传说它最经典 结局 它结局是悲剧 它最后死啊 哦 好像是哦 对 影子传说就是那个游戏开始在大树上 然后飞来飞去那个嘛 哦 那个也屌 反正都用偷鸡打法 就是站在大树然后一直斜跳 一直射飞标 然后有时候就过关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 我都走硬干风的 那个时候其实像我后来 我在高中的时候在玩那个 九四 九四三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其实 飞机的吗 对 已经玩不出个新花样 我会跟朋友玩 就玩 从头到尾不射子弹 嗯哼 就直躲 那那个时候设计是 你只要带王的那一关躲到某一定程度 王就会飞手 对对对 他就过关 嗯哼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玩 嗯哼 只能顶多你翻滚 因为他可以翻滚 嘿嘿嘿 可以练这种技 哇这个太跳痛了哦 我应该没有试过不射子弹过关的 反正那时候就 就一定要玩各式各样的 呃 玩法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游戏哦 像RPG的东西 后来还有玩那个 RPG最经典应该就 勇者斗恶 龙太空战士 吞食天地 啊 我想到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有玩过台制的任天堂游戏 哦 那个我已经没接触了 那个是里面都全中文的 应该是我任天堂非常末期的游戏 然后做的真的很烂 然后里面的对话还在耍年轻 明明是那个 那个叫古装内容 然后游戏名称我真的忘了 我印象很深刻是 这个时候 这个是这一句就可以证明 其实小时候的我是很清纯的 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一个乞丐 跟我讲话是 把客优 傻 听不懂 笨 对 然后我失 因为我卡关 所以我思考这句话思考超久 直到最后有一天我终于想通 原来他讲是 fuck you you 你知道 我说哇靠 可是你讲的这个台 后来有很多台制的游戏 或者是像大家如果去YouTube搜 也可以搜到很多欧美的 然后是自创的 然后也都是根本没办法过关 那是自虐游戏的 然后设计的要嘛就是超难 我记得有什么贝多芬啊 还有什么的 这种我都没印象 我不太玩美系的游戏 反正我们不提这种小奥赛 小奥赛 那谈大作 Kevin讲到这个东西我也爱玩 那个 圣斗士星史 哦这个经典 哇靠 那个时候 也有外挂 我忘记怎么按了 圣斗士游戏出来的时候 我正在日本看圣斗士 电视上正在直播 那你应该玩吧 我玩啊 对啊 而且一开始哇还可以选自己的生日 对 然后选完以后就觉得 那个角色跟你好 没错 然后第一关打完之后 我忘记好像按斜上 跟什么按下去之后 你的那个加的点数 就会变9999 我有印象 那个子晴 有人说你睡了啦 然后那个圣斗士 我不晓得破了多少关 反正就是打了以后 就是也是在拼 就是到后来就是拼你 多快可以破关 然后可能就去游乐场 一个小时内 圣斗士去游乐场玩干嘛 没有就是快钱吃 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调到最强 然后就冲啊 那就没有搞头啦 都调到无敌来的成就感 还是有啊 你那个关还是得走啊 我最讨厌调无敌了 这不是我的风格 然后还有像那个任天堂 任天堂里的那个七龙珠 哪一版啊 呃 最早的那一版 全部都是日文 然后也不知道在玩什么毛 反正就是 因为看过七龙珠 我不是只动态的哦 我是指RP七龙 卡片吧 卡片战斗嘛 卡片战斗是一种 对 还有一个是没有卡片 哪有没有卡片战斗的七龙珠 有一种第一代的卡片战斗是比克战斗 对 第二代的卡片战斗 悟空传啊 第二代的卡片战斗就不像比克大魔王那么 第二代其实就是我记得叫悟空传也是大卡战 然后就开始有汉字 就比比克大魔王容易玩一点 可是哪有更之前没有的那个 是动作的 格斗的 格斗 可是我记得七龙珠是先出卡片才有动作的啊 他好像那个 呃是是什么 是只打到 打到那个军团结束 红领军 就是那个那个的比克 毕拉夫 毕拉夫 对 毕拉夫就结束了 哦 然后是是动态打 哦 我想到了啦 哦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完全想起来了 那还有像超级中国人 超级中国人是属单纯的游戏 超级中国人又是双人游戏 你们没有在玩 还有 啊 热血硬派系列 哦 热血硬派 对 而且热血硬派 Kevin热血硬派 热血硬派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除了任天堂 GBA 对 其他的主机都不出 哦 那因为就一样啊 版权是在跟那个有关的公司里的啊 对 因为那时候打热血硬派真的好嗨 热血硬派 就是学生斗殴 对 对 然后后来转变成运动大赛 而且最诡异的是 那个时候的游乐场是先 先出热血躲避球 没有热血硬派 对 然后任天堂出热血硬派之后 又出一些热血足球 哦对 热血篮球 对 然后最后才出热血躲避球 是吗 嗯 哦 所以就一直在等你到底出不出热血躲避球 嗯哼 就PC Engine都出了 哦 然后他最后才才出热血躲避球 因为PC Engine最接近那个时候大型电玩的品质啊 对啊 而且那时候我也有一台彩色的掌上机 然后还有一个 对啊热血高效啊 没有错 而且他的热血高效还可以 也是升等 然后加能力 对 然后而且那时候可以剪地上各种东西 对啊 石头啦 对对对 而且见度人就扁这样 他可以抓起来倒叉 对很爽 对没错 然后还有 那个根本就是侠盗猎车手的始祖好不好 对 对 还有忍者龙剑传 忍者龙剑传到现在其实都算夯啊 嗯哼 因为他后来在赤赤在主地上有出 对就把整个画质跟游乐度大幅度调高 你看看哦 Kevin讲了对不对 热血躲避球是后来才出 没有错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 哦 这个球之翼 哦 足球小将翼啦 对那个也是完全不知道他日文在讲什么嘛 哈哈 因为全部都是骗假名啊 然后记得那个就是 大 大量撇 大量撇 就是这样记 大量撇 就是防御 然后哦 哦就是什么 攻击 对 然后 然后传球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还有那个动画 嗯 然后在 我以前真的因为看足球小将翼以为真的足球可以这样踢耶 对 可是因为我在那时候我在日本读小学 我真的看到我一个 这个高年级的女同学 踢出了椭圆形的球 鬼扯 那个他足踢篮球 没有没有 他真的踢出去 然后踢到一个战刀场上面玩的我的同学的投射面 他被踢到整个人飞起来变L形 我就发现哦原来球球可以这样踢耶 哈哈哈哈 但是天使之异我对其他的那个代数都没有 天使之异 我只有一代一代二代比较印象 我前几代简单讲讲的是小翼小时候的是 后来出的就是他长大以后的部分 可是其实那个我好像也是玩到二代而已吧 操认我有玩一下六七代的部分 嗯哼 对 诶那芷晴 忍你了 是 终于吃完便当回来了 对他们说你去吃便当 没错 那你在游乐器的这个游戏 刚刚讲了三个嘛 那你还有什么 对你而言是很有印象的 很经典的 CF FC的游戏 对啊 突然误误 冒险岛你有没有 哦冒险岛 可是 对啊 冒险岛是我那玩到一半就不想玩的游戏 诶高桥名人转的踏板你们有没有 我只有玩 没有诶 我有踏板诶 高桥名人转 对他就是有个在地上就像DDR那样可以踩 然后就可以跑 那是飞马腿的世界的吧 没有高桥名人转连打的 他就是戴一个帽子 然后原始人啊 他有资源踏电 日本他是连金手指连打得什么名嘛 就好像号称什么在那个 10秒内可以99连打这样 嗯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高桥名人的 抄袭胃太重 因为玛丽欧 哦 是啦 啊想到一个经典的恶魔城 哦恶魔城 恶魔城也是 子晴有玩恶魔城吗 恶魔城我玩的时候已经 哦 那你有 小岛文美 什么什么 就是他的那个设定啦 小岛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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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文美是什么 不知道 一个人啊 是他的那个 恶魔城他的那个人物的那个设定 哦 是他画的 哇哈 魔戒村啦 哦对 超难的游戏 对 魔戒村史上无敌啦 一代骗钱游戏 对 一代骗钱游戏 我觉得二代骗钱游戏就是越南大战 哦 越南大战本来也是暴难的啊 因为越南大战是子弹超多 对 然后魔戒村是 第一个天空无法用那个Jordan转身的 他就是你怎么跳就是怎么跳 对对 他是完全 稍微还有顾虑到一点物理学的游戏 嗯哼 魔戒村 对非常难过 你有玩过吗 玩一次就不想玩 这么悲惨啊 我魔戒村破关呢 我魔戒村不行 我一道破关 不行他就玩一下就不想玩啊 你知道 嗯 太痛苦了 一直不能过的时候你就不想玩了 而且碰一下就变躲身 就裸体啊 然后再碰一下就刹赛 骨头 很容易 然后大魔戒村多一发 对 因为他可以变得金刚盔甲 对对对 我觉得魔戒村真的是太 太累太恐怖 可是魔戒村超刃版有 版回烈士啦 他超刃版的第一代做的真的不错 嗯哼 对 下次超刃版我们再来聊 还有一个经典游戏 炸弹人 哦 那个到现在我还有在玩 二代的时候才真正我觉得好 一代很鸟 对啊 一代根本就只是PC做出来 然后放到任天堂上面骗钱用的 然后还有那个 这个你可能没玩 我倒是玩得很疯 三国志啊 知田信长系列啊 这种策略游戏 我有玩一点点 但那真的不是我的菜 而且三国志一代跟二代差很多 一代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地方出的 二代的光荣版是最顶峰 然后电脑版也有出 但我一代就开始玩 然后一代我玩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是 那一天我在中秋节去跟朋友家go 然后带着我那一台进蚂蚁的那一台主机 去我朋友家 然后从晚上六点钟打到隔天早上六点钟 12小时 他一代只能单打不是吗 对 然后我朋友在砍肉 然后我就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电风扇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然后后来隔天回到回到家之后就重感冒 然后我还得去忘礼拜 然后他就说一定得去 然后我那一那一瞬间感觉好像看到上帝 太凄凉了 还有飞龙之拳 飞龙之拳你有没有玩 好熟哦 画面 他有五个人 然后有什么烽火 反正也是有这一类型的 然后他会进入到一个也是先横走 然后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时空 然后很像在对打 然后他就叫你踢头 然后踢对了 最后按必杀技 他就会用飞龙踢 好像有哦 飞龙拳我有印象啦 可是画面真的有点难想 可是我反而想要功夫 那个是成龙踢馆 成龙踢馆也经典 成龙踢馆我家有大型电玩 我爸以前在天母有开一个咖啡shop 然后里面就有 那个时候有大型电玩的 然后平的那个玻璃桌 可以喝咖啡吃东西 然后下面就是荧幕 那时候迷魂车小精灵 然后成龙踢馆 我们家里面都有放 所以我都可以抠到 成龙踢馆算是那个 很早期性观念开放的一个游戏 性观念 对 因为你走一走 那个敌人就会过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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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无关好不好 对啊 那个会黏住你啊 他那很诡异 是啊 没有 他就是抓住你的感觉啊 对 然后还有小支的 那你讲后来不是要用那个 打小叽叽 然后头就会掉下来这样 然后你讲的 你讲的功夫是那个 大型电玩有的那个的吗 对 他给你跳起来踢钟 然后这样 那個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功夫 是有拿流心锤还是什么 大型电玩有 流心锤 有人有拿肠棍啊 有没有 你说的是不是从电脑移植过来 那个功夫超难的 画面是红白 然后要这样子跑的 那叫富士山哦 富士山 攻守道 我讲的是 另外还有一个攻 但你讲的那个功夫 我知道 然后 你讲的那个功夫 让我想到 还有一个叫 一个胖胖的 会吐火的那个家伙 卡诺夫 对 他的人叫卡 反正他也是一个经典 然后他出来的时间 吐火的阿肥哦 对 吐火的阿肥 然后他出来的时间 大概跟火之鸟同样 火之鸟我不喜欢 连漫画我都不喜欢 漫画我不喜欢 可是 电玩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穿越时空嘛 到各个地方 然后去 就是打那个 像杯的东西啊 你在收集那些东西 对 那个好没 我没什么印象 还有我讲的 柯纳米世界 那个我就 有点想不起来 没有 我有玩洛克人 超好玩的 因为他柯纳米世界 总共出三代吧 我只玩第一代 第一代我记得有 摩爱 沙罗曼蛇 冰封 还有七宝奇 七宝奇谋 我也超爱玩 还有大金刚 他们要合力破关 还有月峰魔传 月峰魔传好熟哦 月峰魔传也是经典啊 想不起画面 它是2D 3D 在最早的3D版的 任天堂3D的 它有3D跟火关 这样子 哦我想到 是不是有那个在那边 射忍者什么的那个 他刀就一直会 哦哦哦哦哦哦 然后有 那个超难玩的 我觉得 哦那个我破 所以每个人的 会的真的是不一样 对 擅长的类型 未来战事 很熟 那个是因为大型电玩有 然后后来任天堂出 但任天堂出了烂透了 嗯哼 但是因为 大型电玩有 就觉得加减玩 还有像怒啊 哦怒 怒有印象 有印象 也是大型电玩很棒 然后任天堂的训训 因为它就只是移植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型电玩 开始慢慢跟 红白机的差距越来越大 嗯 因为其实红白机 你不觉得其实 一直到后来的下一代 Sega吧 Sega应该就 红白机的下一台 呃 对对对对 可是时间点是一样啊 红白机过去是Sega啊 对 所以在那 Sega才又追到 大型电玩 红白机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跟大型电玩的 差距越来越大 靠Sega拉过来的 那不是他家的啊 我们在讲的 单纯是讲的是 市场走向 是这样嘛 任天堂的下一台 就是超任啊 对啊他家的啊 对啊 这样还有什么 机游记 很熟的 你们可能没玩 因为它大概是 三十几号还几号的卡 就 机游记 嗯 孙悟空跟猪八戒 这我有印象 上下上下 然后做金斗云的吗 对对对 哦那有有有 那个大型电玩也有 对对 其实那时候 经典游戏真的很多啦 好 OK 我们第二段来 我们现在来听一些这个 红白机 经典游戏的音乐 然后我们来 对我们来拆拆看 拆到呢 一样 我们绝对都不吝啬 提供你这个游戏下载的位置 对 好 好 好来 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 讨论版上面 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 对 你们讨论版打出来 我们说出来也都不算 对 因为他们lag超过一分钟了对 好吧 那就还是以我们现场来猜为原则啦 好来吧 第一题 开机你手机关机了 对哦 OK 好 子晴你到底 你有玩过什么 你有玩过 对啊 是他落跑 没有没有 我膀胱大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玩啊 有很多游戏 我的乐趣其实是 好可悲的一段对货 没有 有人 因为自己打的 打的技术很差 对自己打不过啊 就像超级玛丽 就是大概打不到 一之三啊 哈哈哈哈 还是三之几 三之几 然后后面就过不去 然后就一直卡关 卡关我就不想玩 没耐性 是看我爸玩 看我爸从玩到过关这样 突然想到这个爸爸玩 幼乐趣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再问Kevin啊 Kevin刚刚插进来 很多都超经典的呢 我觉得刚Kevin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都超经典的 对 他在聊什么 对 我有点出乎预料是Kevin居然 还记得这么熟这样 可以表示Kevin以前也是那个 玩家 多大的年轻 五字头吧我猜 有吗Kevin你五字头吗 刚讲一个其实只有四字头 没有说到五字头去 所以他等一下不想回答你 对 所以如果是五字头的话 他就会回答你 五字头的话可能跟 如果五尾的话 大概跟我哥哥差不多啊 哦 对啊 有他说又 他说又了 你要问他什么问题 没有 刚刚已经问过 是不是五字头 我哥哥没有 你哥是用任天堂把妹而已啊 没有那是他妹他哥的 他妹他哥 搞不好复杂 不是他是用任天堂来带小孩 我哥跑舞厅 我在打任天堂的时候 我哥在高中 我哥他不太爱读书 所以他们都在外面玩的 他们觉得那种是宅男在玩的训他 对 所以对他们而言的屌 是去冰果市打电 对 去冰果市花钱打坦克大战 哦 对 那才叫屌 不是在那个小小的小空间 十分钟十块钱这样 这样是很逊咖的 凯文说不要把他的那个 年纪透露出来这样 叫我们小声一点这样 好 好没关系 来芷青 你先问 有什么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游戏 或者是哪一个场景 让你印象深刻 任天堂对于 特别的 对 特别的哦 那我觉得他很脆弱啊 摔个几下就坏了 你会去摔任天堂 我的任天堂被我外婆摔过 不过你讲到这个摔 原版的任天堂 没有出过连发 对不对 有 都是盗版的 他后来出的就有了 一开始的没有吧 还要换才有 第一代 其实你分任天堂很简单 第一代是上面有麦克风没连发 二代麦克风拉掉 没连发 三代是有连发 对 然后你用调的都不是 而且好像有一些游戏 有支援麦克风 据我之前看到日本那个节目 是好像只有两款之类 有一款好像是类似人面鱼那样的游戏 对然后你那个日文讲的再标准 他都听不懂 所以后来任天堂 直接把麦克风尬掉 因为发现那个传进去的讯号太差了 对 那个时候如果很好的话 现在的语音就要那个 我那时候都做的 那时候语音就做得很烂啦 而且我们现在Kevin一直要等经典音乐 哈哈 金吉吃不到熟地瓜 是真的老梗了 好 来来来来 来咯来咯 好来咯来咯 好 那Kevin可不可以猜啊 Kevin可以猜啊 反正他去倒茶了 因为他Lag玩回来应该也刚好听到 好 对 坦克大战 答对了 而且这个坦克大战以前 这个可以选关 这算是很特殊的一个游戏 坦克大战一代可以选关吗 可以 他在进入到第一个画面的时候 可以直接选你要答 可是倒行电文不行吧 不行 而且坦克大战他还可以自己设计关卡 对 对这个有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所以坦克大战可以双打 对 对那不错 这个是小的时候常玩的游戏 可是双打我记得是 不小心会打死自己的队友不是吗 会爆 会停格 就会动动动会闪烁啊 对但是不会爆 可是你无法移动不是吗 会被 可是你在闪烁的时候 敌人打他好像会爆 对 所以那个时候都会 欸靠腰你怎么打到我了 你怎么射我然后我不能动 对然后就挂掉 而且那个我觉得一个人打超难 但两个人打的话就是 一人守一波一人守 对 就很 就清晰 嗯嗯哟 混斗罗 答对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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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一袋給你 對啊 一袋一袋 覺得很熟 但是完全想不起來是什麼 Cavin說聽不到啦 聽不到 你剛剛靠近麥克風一點這樣 好 來 惡魔城 來答對了 我這根本就是一個人在那個嘛 其實你跟紫菜落差了 好 紫青 接手 你不要挑一些那個聽都沒聽過的遊戲 那個 那個啊 那個球彈來彈去那個啊 打彈珠嗎 那不叫打彈珠 那個叫 彈子台 好 打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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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個 OK 呃 那個 喬布斯 有沒有 你們看喬布斯傳 沒有 喬布斯他最早發明的遊戲就是打磚塊 打磚塊就是那個啊 第一個就是有那個鈕可以在那邊旋轉的 對啊 對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再來 好 Kevin要跟上腳步啊 雖然你lag可能超過兩分鐘 但還是要努力一點啊 Kevin如果想要跟上腳步的話 可以考慮用RC啦 對 我們以後RC比較即時 好 星際大戰 北斗 影子傳說 那靠腰 那我就不用拆啊 戰是不是啊 要等Kevin Kevin要兩分鐘以後才會到我們現場 他可以聽兩分鐘音樂 Kevin這要靠你囉 Kevin 喔 他說喔 重聽 好 剛剛那個是未來戰事啦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大型電玩有 然後後來任天堂出 當然出得很爛 這個沒辦法啊 這個猜不到啊 沒有玩沒有玩 對 嗯 不要冷門的嘛 不要冷門 來一點子晴有機會的好不好 不是 我有機會你一定那個啦 好 那我 我剛剛講說坦克大戰 然後你就已經先說完了 哈哈哈 喔 喔 不是 你剛剛那個不是混 Kevin也太慢了 還在混斗螺咧 未來戰事啦 混斗螺 有關 Leg果然會害死人 你知道嗎 好 來來再來再來 再來 這個 這個不行 這個太難了 太冷太冷 對 太冷門了 對 我原本以為是還不錯 這個 聽聽看好了 不是 我覺得剛剛那個音樂聽起來有亂麻的感覺 你知道嗎 大型電玩有喔 哥 來 進啊進啊 我沒feel 子晴也沒feel 子晴也沒feel 欸 肥斗 什麼 因為我聽到那個 大家都是肥斗 好啦 雙結龍二 靠你應該要放一 你怎麼會放二 我就先看到二了啊 好好好 這個雙結龍二根本就沒有畫面了 天文現在在找理由 哈哈在找理由 我重視畫面 我重視畫面欸 有看到畫面誰不知道啊 哎呀 這個就我剛剛講的啊 這什麼啊 肥斗 不是 好 我們這個給Kevin一個機會忍耐一下 哈哈 這個剛剛有聊到啊 我覺得很經典啊 好 與非說跟性開放有關啊 阿兔阿兔 而且我覺得根本就不應該叫這個名字 這個時候他在那邊滿紅的 要不然其實跟他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不如叫那個 什麼死亡遊戲可能比較接近 你看Kevin又在找理由 他說不行啦 他們的音效都是共用的 我記得 記得他忘記了 剛剛那個是成龍踢館 對 沒錯 對 是阿兜阿兜的那個 他又回啦 成龍 喔 那OK啊 那他算得一分 好 現在我們就這個送獎品給Kevin 請用你的手機 到這個Marki商城上面去搜 這個小機模擬器 裡面有上千個這個模擬器給你下載 所以連你之後參加我們這個猜謎遊戲的獎品 都預支先給你了 你之後自己去抓就好了 這樣有誠意吧 有有有 預支獎品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 鬼異居然是寫外星科技 飛機的嗎 不知道 這子晴完全狀況外怎麼搞啊 天使之意 喔 這個沒辦法 因為天使之意 我們其實對他的片頭的聲音是比較陌生 對 沒錯 通常是在那個打的時候 對 比較熟悉一點 好 這個不行 金剛戰士2 我的懷疑是盜版 2都不行啊 而且我懷疑是盜版 還居然還有星包青天啊 一聽就知道虎丹 這個應該有 熱血 對 有沒有聖鬥士的可以聽一下 聖鬥士有 你有沒有搜尋功能 他沒有搜尋功能 那就有點捏到了 我們這個live不能空白好不好 你要講啊 我要找這個啊 好 子欣還沒有講啊 任天堂的遊戲還有拿幾款 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 對 那個挖冰塊的啊 那剛講過不能再講啊 喔 超級運動員啊 掏金 掏金礦啦 他是那個 往下啊 對 往下挖洞的 對 然後他不是 還有一個是他可以 他會一直掉下去的那個 然後他還有一個是可以 把那個打氣的插到怪物身上 把他打到爆掉 那個是什麼 這一個我很有 很有印象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 這個我有印象 可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女武士大冒險 沒玩過 那你真的你關毛啊 你鬼扯啊 你鬼扯啊 剛剛的聲音很有印象啊 你可能是跟別的遊戲跌到了 哇塑 Kevin又在丟這個詭異的資訊進來了 因為天使之意是卡通的音樂 八位元電子音效咪比 哇我找到柯拿米世界了 聽一下 可是他是2 那我對2就沒有印象了 不行不行 2完全不行 對 我都沒feel了 嗯 來執行還有什麼 欸你有沒有因為打電玩跟家裡的人 不愉快或是 沒有欸 我們家以前都管制的非常 他們家都用海扁的 寒暑假才會把機器拿 不然平常都收在位子上 這不用講啊 北斗啊 我覺得北斗超難欸 尤其是一開始那個要進去拿幾個門 還要按照順序才走得到 那個到底哪個王八蛋才有辦法知道怎麼過啊 講到這個 那個以前 你有沒有花錢買過秘技 我有 我有買過秘...攻略本 對專屬的 攻略本有 而且那個時候有一些小秘技或者是 不是很重要的 它是出在電視遊樂器雜誌 可能特別偏 對 有一些小秘技就會交了 對 然後完全大攻略就是大本的 對 就那一整本 像我太空戰士以前就有買 那一定要 對 看不懂 看不懂那個日文 我攻略其實還好買的不多 但針對的大概都是RPG類的 其他的就沒有印象 這應該有吧 這不是馬戲團啊 好熟喔 企鵝嗎 就有個第一人稱 看到企鵝一直往前在一個冰塊上走 要跳動啊 要散出起來的什麼東西啊 之前玩的企鵝 這個主角有彩滑板 那就不一樣 彩滑... 欸 那不就高橋名人傳嗎 哈哈哈 虧你還怎麼家裡有佩佩咧 所以我說很熟咩 而且那個時候我只負責在奔馳 我哪記得是什麼音樂啊 我只負責在奔馳 因為你要用腳代替AB 然後一直往前跑 這個經典這個經典 剛剛居然沒提到他 喔 出來了 欸欸欸欸 欸 第一個字 大 蛤 蛤 很多 嗯 最後一個字 大大五又未門 哈哈哈哈哈哈 喔這個一直到超任都有 對啊 居然你那個片頭聲音居然聽不出來 他那片頭超有名耶 太...太久了 我的... 我在我腦海裡面的遊戲太多了 又不像你到現在還停留在任天堂 啊 對 我可是一直到現在XBOX360 還在走在時代尖端的 但是我們不能忘啦 好不好 是 不能忘本 是 這個... 哇這個 啊...我知道了 對啊 給你機會耶 這個答不出來真的就... 對 汗炎 對 好熟喔 這個我媽都愛玩 對 我跟我媽唯一會一起玩的遊戲 只有這個 對 而且我有買一隻手把 插電視就可以玩的 裡面也有這個 對 沒錯 好熟 我完全想... 三個字 哈哈哈哈 這有提示耶 這個剛剛已經有提示了 而且這我... 這有時候最愛玩的 還其中一個耶 對 沒錯 多傷他的心啊 對 而且這款遊戲其實 我玩到後來超厲害耶 輕鬆一到 玩到破光沒有問題 而且都已經在比分數高了 然後這個... 馬戲團 哦 太遜了 不是我喜歡 那你至少有想到啊 剛剛那個我好像也聽過 剛剛那個是挖金塊 對 怎麼都沒有經典老電玩的聲音 可以參考一下 叫經典老電玩 就... 小蜜蜂啊 沒這一個我不曉得電玩 小精靈啊 迷魂車啊 就這樣啊 好熟喔 第一個字 幾個字總共 三個字 這麼少字啊 靠 第一個字是什麼 蛤 蛤 鬼 不好意思你是要按A 鬼太郎啊 靠腰 因為鬼太郎二代是... 是RPG版的 這不是應該你最熟的嗎 鬼太郎我只玩一代而已啦 鬼太郎一代經典 RPG那款沒有在玩了啦 看不懂日文怎麼玩 可是你不是住在那個... 我除了是華僑學校啊 他們只講台語跟日語 我兩個都聽不懂的 好不好 對 所以我在那邊學業超差的 可憐啊 你也不走就是... 功課好路線 對 有一點落差 沒Fu 嗯...我也是 但是剛剛我是覺得應該要有Fu 其實任天堂這樣遊戲有... 三千... 應該說一千多個 因為三千多個有很多是... 重複的 嗯... 然後如果扣掉什麼美版 什麼拉哩拉渣 大概有一千個遊戲 哦齁 一千多個遊戲 我們自己熟的 不要有多少 其實看到畫面我會有反應的 我相信應該超過一半 你是說如果以一千來講嗎 對 就我應該至少有經手超過一半的遊戲 還有這一點信心 而且我以前在任天堂的遊戲 有破關的比例 搞不好是最高的 那看來你都沒在讀書 對 嗯... 可是我其實功課還OK啊 沒有太差啊 嗯... 可是我同時也是走運動取向的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整個遊戲的發展史這樣上來 我們大概小小的回顧一下 我所知道的電視遊樂器流程應該是 任天堂 然後任天堂磁碟機 SEGA 然後... 欸你不要忘了PC Engine PC Engine在SEGA前 錢嘛 對它其實在任天堂尾巴的時候它就出來了 對 PC Engine 但是它沒有炒起來 而且PC Engine很屌 PC Engine後來還有CD 它的卡帶超屌的 它的卡帶就是一張PC片啊 超包一片 對啊 那時候很...它那個時候是第一個 好像十六位元遊戲吧 嗯...對 然後後來... PC Engine後來又有出PC Engine Long 然後SEGA也有出SEGA CD Long 那時候我都有 然後SEGA接下來過來就超嫩吧 PC Engine... PC Engine的那個CD Long最有名的就是天外魔鏡 對天外魔鏡 因為那時候第一款全... 中間插的是跟卡通一樣的動畫 對那個時候玩起來很... 對天外魔鏡那時候真的很炫 然後接下來應該就超嫩了吧 SEGA後來就超嫩了對不對 SEGA... 對同期 對啊 中間不要有那種奇奇怪怪的什麼FX 那種台灣根本可能從來沒有引進過 什麼阿波羅 對對對那一些... 其實還有一些稀有機種 那超嫩其實我們就大概一定要稍微聊到 就是超嫩有出磁碟機 這個東西 是啦 超嫩的磁碟機其實出來的時間沒有算很晚喔 可能不到一年的時間磁碟機就出來了吧 畢竟任天堂就已經有出了阿 對 可是這個磁碟機跟那個磁碟機的邏輯不一樣 一個是官方出的 一個是盜版業者出的阿 超嫩的是盜版業者出的 超嫩的是盜版業者出的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有個叫霹靂小字 你講到... 現在我們再回來一下 我突然想到 最近的電影殭屍 任天堂有出一款靈幻道長 喔 那個有 有有有 林振英的 對 那個時候日本殭屍太紅了 對 沒錯 然後他甚至大型電玩都有殭屍小子 對 我覺得那也蠻特別 那也蠻經典的阿 可是重點是也還是都是日文阿 有些東西還是蠻卡關的 可是那個我有玩到破關 那幾款殭屍遊戲賣的其實還不錯 嗯 幾乎應該那個時期有在玩的應該都是人手一片 對 而且那個我還記得盒子就是演電影那幾個小鬼 對 對對對 像那些小鬼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呵呵 不知道還有沒有留在演藝圈呢喔 對 然後我們其實現在到超任磁碟機 超任磁碟機其實也經歷過兩三次的進化 就是那個時候有出那個防盜版 那個時候叫星戰火湖 跟馬力歐賽車 那是什麼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磁碟機的關係 他為了要避免盜版 他在星戰火湖這個卡帶裡面 放入了有點類似我們現在那種 3D顯示晶片的東西 嗯 例如說你可以摳遊戲 但你沒有那個晶片 你根本無法驅動星戰火湖 簡易說是一個防盜烤的手段 這個有沒有影響 有 但想不起來 呵 喔 那個那個我超任 剛剛我好像沒踢到薩爾達欸 因為那是我只有在超任碰他的 喔 對 任天堂我沒碰 很OK的 對 那像剛剛講到的磁碟機這一部分 其實關鍵就是在那個時候 可是後來霹靂小子就把它給破了 這個我很有 你沒有印象 這我沒有 三國志光榮版 二代 喔 而且那個時候真的是玩得很瘋 電腦版的也玩 任天堂的也玩 嗯 什麼的都玩 那我是很沒瘋 三國志那個太悶了 對我來講 就反正弄完以後就讓他那邊跑時間 很沒力 然後超任再來是什麼 超任過來 PS了嗎 東東傑 N64還是 N64 恩 好像是喔 N64跟PS是對打的嗎 N64 PS 喔 DC Ding Drake 白色那一台 DC DC沒有 N64那麼 反正他們三家 三家各出一台嘛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喔 DC掛掉之後 那時候是Saturn接班 對 Saturn跟PS那個時候打的蠻火熱的 然後後來 對啊 就進入我們現在大家一般人可能很熟悉的階段就是 PS PS2 PS3 一支到今年11月底要出的PS4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同步就是Saturn Saturn好像是SEGA的機子嘛 對 對 沒想到SEGA大廠也對啊 就被Sony給幹掉了 Saturn也是慢慢的就沒落下去 但其實Saturn也有一些不錯的遊戲 對 那個時候 毒蛇快打 在大型電玩也曾經有掀起過一批旋風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那你這樣呢 你現在已經聊到次世代去了 沒有我只是單純過渡而已啊 把機種交代一下 其實後面真的沒有那麼好聊了 因為後面其實機種出的太快 遊戲太雜太多 然後PS系列再來 喔 就Xbox了 微軟的機器 然後一支到Xbox360 跟接下來要出的Xbox One 跟接下來要出的Xbox One 可是這樣子回顧下來講 真的喔 我覺得電視遊樂器還是以前的好玩 當然也有可能是那時候要求那麼多 這就是飛龍之拳 這是不是小指南常改的啊 不是 就飛龍之拳啊 有點印象啦 沒什麼在玩 因為這種遊戲太多了 對 所以其實 還是 遊戲還是要維持一些經典風味 雖然現在這個 Internet 互動連線線上這種東西很多 可是遊戲的本質真的是還是要重視 那我想 你看像現在很多的那個 現在平板啊 也都是在流行小遊戲 只要把這些 以前的這些經典 重新包裝一下 可能就可以去應付像紫琴塔這種人 畫面也不錯啊 但是我的 內容很簡單 我不用再去想內容啊 就是這些小遊戲我就 就可以玩啊 可是他們那種媽媽級的 應該現在原則上 連手機遊戲都不會玩 因為他們連智慧型手機 可能都沒有 對 這是很尷尬的地方 覺得就是一直玩那個 眼睛會壞掉而已 對啊 而且現在這個低頭竹 其實真的對脖子滿傷的 大家還是要多注意一下身體的健康 這時候就有感覺到 漸漸在不像這個要節目收尾的狀態 對 所以下一次我們可能再聊到電玩 可能就是大鍋炒了 對 大鍋炒 對因為這個任天堂的部分 確實是真的經典多 好微妙 說不上來 好像熟又好像不熟 不知道 勇者三 這個難啊 勇者鬥龍那個每一代都這樣子在搞 太空戰士就不會猜錯了 對那個水晶音樂太經典 所以 剛剛找到了 這個叫神龍之謎 七龍珠一代 喔 有有有有 對對對 那經典 這就是七龍珠一代的主題曲啊 我還是覺得一代的主題曲 好和平喔 感覺是平常在聽到的都是那個 大概加快一倍的那個數字 因為這是那個啊 MIDI版 所以這一個遊戲我不知道你們 這個我也是 算有名 因為之前大型電玩有出 後來出這個 鬥者晚哥 我們看畫面 喔這個沒feel 因為鬥者晚哥他大型電玩有出 有點像 有點像惡魔城的那個遊戲 花了不少錢 你花了不少錢 對 反正只要大型電玩花了不少錢 任天堂有出的都會覺得很特別的有feel 剛露了一個NGC NGC是什麼 就是黑色的主機 然後搖桿就是大的黑色的搖桿 大型電玩直接轉 對對對 上面可以玩龍虎之拳那一台 那個卡帶超貴 一塊都要兩三千三四千 對 而且又大 對 那個是我唯一沒有入手的主機吧 真的有名吧 運動會喔 不知道欸 這怎麼聽一下美國國歌的感覺 勇者鬥惡龍一代 我覺得一代這個也是非常的經典 對這算經典 好多回憶啊 是啊 所以還是老話一句 東西還是經典的好 但是我在想說這個所謂的經典 是不是因為自己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上 有個懷念的感覺 剛剛好在這個時候玩的遊戲 可是講真的以前的這些遊戲 如果我們拿來手上 比如說給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接觸 我想 先把畫質丟掉 什麼鳥 就是靈幻道長 哦 它是中文版嗎 呃 我現在找到的是美版的 它英文版喔 更美到 欸 這個跟我那個不太一樣欸 我的是垂直的 蛤 對然後是RPG的 哇 錢小豪欸 後面這是錢導 哈哈哈哈 那文才欸 哈哈 文才可能要打一打才有 它過關就對了欸 啊七寶七魔啊 這個也是我花很多時間玩的遊戲 對 很經典 而且還有二欸 我現在是 有啊七寶七魔有二 可是沒有一好玩 我剛剛講的那個噴火叫卡諾夫 啊哈 卡諾夫 嗯 就專殺諾夫就對了 他會吐火啊 哈哈哈哈 洛克人 洛克人系列 是 經典歸經典可是我都不覺得它好玩欸 我覺得它一開始的設計上很有趣 是啊是啊 因為它就是一定要 它應該算是現在各式各樣的那一種 你知道 就是 皮卡丘之類的那一些 的那一種的始祖吧 從那種配色人物造型 然後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特技這樣 這一個你有沒有玩 荒野大嫖客 喔 設計版嗎 對對對 而且還要還可以左射右射 喔有有有有 然後打一打可以騎馬 對 然後還要買那個通緝令 對 然後它一開始應該好像也是 也是先出光碟片 那個磁碟板 嗯 它是磁碟板的 因為好像卡那個容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會出磁碟板 對啊 因為磁碟板的容量那個時候比卡太大 所以你看這個世界真的是倒著發展 以前是那個記憶體很小 然後要靠磁碟片那個 1.44MB去撐這樣 然後現在是這個晶片無限大 然後但是這個磁碟片 老早已經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嗯 時代的改變有時候是逆行的齁 所以接下來搞不好又會出磁碟片 然後超大容量 比如說1萬TB之類的 有啊現在不是有什麼用泰 紫光碟吧 嗯 可是紫光碟不會普及化吧 日本說紫光碟都說了多久了 這個剛剛不過2代沒有反應 1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反應 欸 欸 喔 雙結龍 後面這段才行啦 前面不行 雙結龍那個時候我在大型有花到一點錢 我霸王走欸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不難 因為打到後來就一道破關 就一直用霸王走 對 霸王 對啊 所以就其實是蠻省錢 而且那個時候在大型電玩打到後來 那種能夠一道破關的時候就很愛玩 就是5塊錢就覺得打回本了 是啊 而且旁邊人都會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你 沒錯 覺得哇你技術很屌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在打雙結龍的時候 是在我還住在林森北路那邊的時候 然後那邊有一家腳踏車店的門口 有一台雙結龍 這好像跟飛機有關欸 這跟飛機有關吧 這跟飛機有關吧 那是雞臉喔 聲音喔 嗯 這不是雷電的聲音啊 也不是一九系列啊 幾個字 四個字 這麼多喔 哇想不起來 真弱 那個用同體玩沒有搖桿的 所以這個什麼遊戲 沙羅曼蛇 喔沙羅曼蛇 對 它那個就前面可以有那個 不是可以擠一顆球發射出去嗎 對 那個經典射擊 它後來在各式各樣的機器上 應該都有重新發售過 除了現在的P3跟X系列 對 功夫 這也是一道破關破到爽的 這也是好像前面前幾 前幾代的遊戲 嗯 是100號以前 對 其實看畫面就知道了 對 沒有徹底的把任天堂發揮到集市 都還是色快的時候 或者看到柯拿米一代了 像子晴一隻都在狀況外 都沒有進入我們討論環節 沒有發表一些想法這樣 前面已經發表完了啊 那要補充啊 你要知道我們家紅白機的壽命 沒有多長他就陣亡了 我要如何參與你的想法 喔這個 經典 喔 我想到名字了 這個你猜得到嗎 這個想不到 打鈴鐺有雲 從射雲會有鈴鐺飛出來 然後變顏色吃啊 可是名字我說不出來了 喔冰封 欸這很經典欸 這個到刺激帶還偶出欸 因為他可以雙人玩 只要雙人玩 我都很熟 都很熟對不對 可是冰封要一到打到破關 應該不太可能 不容易 對 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射擊遊戲 其實難度其實都偏高 超人俱樂部好像很硬 雖然是子晴到底還玩過什麼 玩過的已經想玩了 剛剛那就是全部了喔 對啊 你任天堂玩的真的不多齁 這也太少了吧 那個主機 主機什麼 那可以跟人家借再買一台 帶到同學家打之類的啊 怕欸 因為你家有紅白機的時候 人家都在玩超任的吧 我家有紅白機 可是沒有吧 你紅白機是國小嗎 幼稚園 幼稚園紅白機 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要出超任的好不好 這一個遊戲居然沒提到 好熟喔 幾個字 國中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們帶這一個卡帶 然後在那個地方一直玩 一直玩玩不膩啊 因為他一樣可以兩人玩 出這個聲音的時候大家就熟了 功夫小子 欸 就兩個功夫小子不是嗎 No 聽這個聲音的風格 有大到五又為你們feel欸 對啊 就很日系啊 風魔什麼的那個 風魔小次郎不是 嗯 相撲咧靠我 大相撲啦 有那個超任也有在出過 有啊 大相撲不錯啊 對啊很好玩 嗯 而且以前我覺得那時候很喜歡玩可以連打的遊戲 什麼十相全能奧運會啊 那個都支援雙打 然後都可以PK這樣 嗯 對 就在那邊一直按A 一直按B 或ABAB這樣 只要有那種遊戲我大概都沒輸過 哈哈哈哈 沒輸過的遊戲才好玩好啊 這個也是經典 這跟戰爭有關啊 泡泡龍喔 有點熟又不太熟 你想到什麼 你想到什麼 想不起來 天堂鳥 好陌生 天堂鳥 那畫的就是少女漫畫風格 沒有沒有他那個比 就是他畫的是已經有點 反正我覺得那就會覺得是同仁志的感覺 我是知道冥王篇車田正沒有開始重畫 然後卡通也有重出 欸這個也是經典 可是完全沒feel 可是 畫超級 真的不行 沒feel 回南鼠啊 喔 那個 他聲音完全沒有特色 對 回南鼠漫畫屌啦 可是遊戲也還不錯啊 遊戲他那個 呃 每一隻角色的特色都有 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大概是那個 悠遊白書系列的前身 對 這個就簡單嗎 這不是大金剛嗎 喔 趴派 趴派也不是很簡單的遊戲欸 而且趴派我覺得 他是任天堂 有 有早期任天堂掌機的味道 嗯哼 早期任天堂掌機 喔 沒有其實你要講最經典的 所謂的掌上型遊樂器 就是以前那種啊 易經的 對啊然後兩三個鈕 兩個鈕而已啊 對啊然後上面其實就是 你其實只是在不同的格子 移來移去的那個東西啊 搭橋啦 什麼聲寶 歷險 然後後來有出那個 兩個螢幕可以在對面的 嗯 大戰夾 大金剛 那個其實已經都算冷門吧 沒有我們 你已經有掌機的時候 沒有我們講的掌機是只有一款 有一個掌機只有一款遊戲的那個欸 對啊 你遇得到喔 小精靈 螺絲方塊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那個還有晶片 你那個已經不是了 對我們講的是 它連關卡都已經畫好 然後只是它會出現 比如說有個寶 我記得有個跟海裡面 海 對海裡 對然後那個寶箱會張開欸 對對對 章魚身手 欸這一個遊戲也是經典 那太久遠了 那個超久遠欸 那個現在可能都買不到 後來就沒出 我好像有玩過這款遊戲 疊對疊 哦 哦 龍鳳神偷後來也有這個味道啊 龍鳳 你說那個 一個胖的一個瘦的 兩個人一起過關解謎 可是那個是一起過關 疊對疊是陷害 疊對疊是陷害的啊 哦 哦 兩個風格不太一樣 還有電梯啦 哦 電梯後來也有出那個 對可是電梯 我還是覺得一代經典 嗯 對 雖然是一個真的是簡單到 炸裂不行的設定 可是我覺得好玩 就我們這個猜遊戲 是不是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對啊 都是我在播啊 對 而且經典也大概都跑完了 其實還有很多啦 我覺得 我覺得每一個人 腦中的經典 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腦中的經典才是經典 哈哈哈哈 太主觀太主觀了 這是主持人的特權好不好 就是因為只有你在講啊 對啊 沒錯啊 你不知道這就是對做主持人的好處嗎 那我們就放一個Kevin認為的 影子傳說 這款遊戲經典度也真的夠 這有大型電動啊 有 我在日本馬利歐那個時期就有到這一台了 我印象中 我沒有辦法移到玩到破關 嗯 不錯 這也是一款很屌的遊戲 影子傳說 對 大家聽完我們這一期的節目之後 其實大家應該真的去 我們現在的手機 去下載這個模擬器 對 對 我覺得挑一些我們講過的經典遊戲 玩一下 應該可能會給你們不同的感覺 因為 我覺得這最近的手機遊戲 都開始 我覺得失去遊戲本身最重要的本質 就遊戲本身好不好玩 已經變得不重要 我覺得有些人在玩那個 綜香菇啦 然後玩那什麼Candy Crush啦 喔 這一些就是 其實這就只是魔術方塊這些一路演變過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要玩遊戲 應該要 回到每一個遊戲最原始的那個點 去玩他們的始祖 你就會發現 天哪 這遊戲怎麼過了這20年還是長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這首歌就獻給我們 他一定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你剛剛有講到的遊戲 對 你花了很努力一段時間敘述的遊戲 對 他都把畫面轉給你看啊 那小蜜蜂嗎 我沒有看到啊 就是小蜜蜂 對 小蜜蜂後來還有出大蜜蜂 那個他會把你的那個機子接走 上面那個像那個蟬的 他接走以後呢 然後你把打爆 掉下來會合體 變成兩隻 對 你有玩過大蜜蜂嗎 這個音樂嗎 他這個就是以前的小蜜蜂 不是小蜜蜂 不是小蜜蜂以前的這個音 這個 這個OK 這個你也不知道 太空戰士啊 這還是八位元的太空戰士 還不是十六位元的太空戰士 一代 對 太空戰士只有從一代開始玩 他裡面就是這個音樂 對 對啊 靠腰 對 經典 鬼太郎經典 很熟的 沒錯 這是掛掉的聲音嗎 一進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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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弱了 你可以下載來啊 下載來玩一玩 可是沒有我覺得沒有沒有手把 真的感覺很差 沒關係啊 現在什麼東西藍牙配一下就有了 對啊就把你的手把留下來吧 反正電已經沖好了 不要不要 放回去 自己好好溫習一下 當初 扎了大錢的 這個 不過這個 講到這個 大型電玩 今天我們是在聊這個 FC 對 任天堂 任天堂確實不少錢 那下一次 以後搞不好我們可以聊一聊 大型電玩 大型電玩 你扎錢扎得多 算多 台灣 對 在日本沒有那麼多閒錢扎 那子晴有去大型電玩電視 哇靠 那你又是一天啞巴生活了 對 子晴你在這個科技電玩類男生的東西同處嗎 沒有他要只玩線上遊戲 因為我後來玩的多都是線上遊戲 欸線上遊戲我可以跟 我也可以聊 因為我線上遊戲剛出來的時候 天堂 哪有啊 要那個什麼好不好 那個 更之前那個 萬獸之王 萬王之王 萬王之王 可是那個在美國比較紅 在台灣 對沒有 台灣921之前就蠻猛的啊 我有在玩玩 真正最紅就是天堂 然後之後所有的 我沒玩天堂 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所有只要出線上遊戲 都要買來玩 都要試試看 我也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百家真名以後 實在是受不了 試不完啊 每週都出 可是很多後來不是只要download都可以試玩 每週都出啊 沒有那麼多時間玩啊 起碼你還是原本一個月出一片 沒那麼瘋狂 對你還可以A5一下 而且你會覺得一款遊戲 你少說也練到個30集吧 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對線上遊戲就沒那麼瘋狂 對 我知道我是線上遊戲比較穩定之後 而且我常常在封測玩一玩之後 就不玩了 我是那種瞬間覺得靠腰好無聊 為什麼在這邊一隻砍一隻同一隻的怪 就會一瞬間喪失那個心動力了 所以我覺得我魔獸可以玩那麼久 也有點厲害 魔獸 你魔獸是從封測開始玩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從50等還60等才開始玩的 對 與非就沒有玩過魔獸啊 對啊 WOW啊 對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 後來發現都是一場空 其實也不就是0跟1嘛 所有的線上遊戲都是一場空 你玩馬力歐也是一場空啊 馬力歐你破關了 線上有關可破 就永遠在那邊玩 一直玩 你是裝物本啊 充裝備啊 所以之前那個遊戲 所以我覺得最有 最經典的取名的那個遊戲 就是無的任務 他完全把線上遊戲的那個 異語道破 對 異語道破 就是讓你耗掉你所有的生命 永無止境的 可是你換個角度想 像我在玩的時候我都是走 我把故事玩完之後 開始要進入那個刷裝備階段 我就會停止 對 因為我就只是單純要 我 我喜歡深等級的快感 我不喜歡在那邊一直刷裝備 什麼每天進去節美日這樣 那個我絕對一個禮拜就動不了啊 所以你封頂之後就那個 不玩它了 然後開別支 對 我後來就開別支 玩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感覺 然後到每一支都封頂之後 就有的時候人家要支援的時候支援一下 可是原則上自己沒有動力刷 除非有人跟著一起玩 那還好 上遊戲本來就是因為大家一起玩 可是我不喜歡跟陌生人玩線上遊戲 可是玩久了就熟啦 沒有我都是習慣就是 欸 比如說我與飛啊 然後誰大家自己人揪一揪 然後在上面可以聊天 就是用講的而不是打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打字 喔什麼好麻煩好累喔 跟自己人比較有快感 像有一陣子我們最熱門在封的時候是 幻影沙城 對 XBOX的遊戲 它雖然不是線上 可是我們那時候真的瘋狂 每天晚上都要連到12點1點鐘 對 然後就四個人幾個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騙個老外進來殺這樣 對 就三打一 然後那個老外還會呵呵呵 你記得那一咖 就被打死就會呵呵呵呵這樣 對 然後打死我們的時候反而沒什麼反應 被打死就會呵呵呵 所以我對那個 而且那個老外還真的蠻厲害的 對 然後與飛那時候就開始走那個 開始學老外一些骯髒龜的招式 對 開始玩一些不入流的技法這樣 所以這個看得出來那個 喜歡那個用金手指的個性展露無遺 好 那希望之後我們還有機會跟大家聊 更多我們過去接觸到的電玩 那也跟大家推薦就是 不是推薦啦 告訴大家 接下來在我們今年年底的時候 XBOX系列以及PS4系列 即將都要出新的次世代機種 那大家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下去進行購買 本人呢 應該是會很晚才會入手這兩台機種 因為這兩台機種實在是沒什麼新意 對 但是目前應該是進PS4的懷抱機率比較高 因為跟PSV可以連動 然後上去跟人家一起